出嫁前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我爸的话说我都是和蜜长大的 嫁进刘家后 她的待遇天壤之别 在长达25年的婚姻里 她被婆婆欺负 后来她母亲就用鞋子打我 一把就抓到我的头发 被婆家所有人孤立 反正就是一大家族的 他们是一条战线 我在她的家庭当中 就相当于社会死亡样的 就连身为枕边人的丈夫 也不帮她出头 不是她的感受 她就站在旁边像 隔山官府斗样的 她的行动和语言 告诉她的家人 可以不用管这个女人 我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女人 我也是有选有落的女人 你也要体谅我的苦衷 刘先生究竟有何苦衷 面对旷日持久的婆媳矛盾 为何她要么狼狈而逃 要么怨恨妻子 狼狈是肯定有点狼狈 25年来她都感觉她家受了伤 她其实是一直怀恨战胜 身处风波中心的婆婆 在得知儿子儿媳闹离婚 为何没有选择退让 而是恶语相向 火上浇油 最后刘先生能否平息 两个女人的愤怒 解决好大家和小家之间的层层矛盾 找到婚姻的出路 敬请关注 今天的金牌调解 25年的婚姻困局上级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陈女士和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25年来 这段婚姻过得 让我很痛苦 很无助 很无力这一种 大家的关系 影响我们小家 几乎占了90%以上 跟她的父母和姐妹 大家庭的影响 导致我们夫妻感情不和 20多年来 她对我的父母 从来没有问何过一句 不管他们住得怎么样 毕竟我们走在一起了 你也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是吧 你也要体谅我的苦衷 我只是需要 不管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 能够和谐是最好的 我反对 我带她母亲去买衣服 别人都问我 这是不是你的女儿 我买苹果给她吃 她回家跟左林右舍 就是学舍说 我买烂苹果 你说作为一个 你这样用心的付出 用心用力 她得到这样 你还会有信心吗 明明为婆家付出了 却不被认可 不被丈夫理解 得到的只有埋怨 对于这段婚姻 陈女士伤透了心 可自己苦心经营了 25年的婚姻 哪里说放下就能放下 她不甘心 想为自己多年的付出 讨个说法 据陈女士说 25年前 她是奔着婆家许下的 一个承诺 嫁给了刘先生 可是刚结完婚 她就如梦初醒 因为婚前的所谓承诺 不仅没有兑现 似乎更像是 婆家人为了促成这桩婚事 有阴谋化的一场骗局 我们的婚姻是 金人介绍认识的 然后半年就结婚了 也没什么感情基础 然后之前 她家来提亲 父母跟她讲 就说这个女儿 不懂干农活 如果你们家娶回去 是说那她就干活 那这门亲事就不要聊了 然后我就说 要谈这么亲事 我说就要去做生意 就直接摊牌地跟她讲了 她说好 结完婚以后 她父亲说了一句话 她说结完婚以后 就安排她去外地打工 然后我就跟着她 三姐姐学做衣服 我说我一个结到婚 要生孩子 要有经济支出的 我还去做一个学徒 就不大可能 知道吗 我这个人是有梦想的人 我是不甘于平凡的 我是这样一个人 我不甘心 我说我的智慧 父母教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就能力不至于 就跟人家打工 我就找她 我说不是说去开店吗 我跟她说这件事 她就不作应 不回答 她就直接撒身走人 那我就很气啊 我肯定 结婚的时候 家里实在是没钱 结婚前就已经 可以说确定 这个店是开不了 这个情况 你有跟陈女士说吗 我们家就这个情况 她没说 她就说 那为什么在陈女士 结完婚再就开店 没钱 为什么要做这个承诺呢 承诺是承诺 但是我们说 也不可以说 一定是开店 反正不可能 让你坐在家里 种钱 没有承诺 他承诺了 他刚刚都说 是承诺你开店 25年 你去叫我去 肥育这个事情 我太难了 我肥育也好 是干嘛 我也论 我后来 我就去找她的父母 我心里想 你的母亲 结婚前都上门 说保证去开店结婚 不是开店 就是这件事情嘛 就是讲讲讲 讲讲到后来 她母亲就用鞋子打我 你知道吗 她当时我在房间 还是在床上 她抓起一个鞋子 就直接往我头顶 从我额头飞过来 我就顺手一把 那个脸盆 就在那个床头柜上 我就这样一遮 这个脸盆就掉了一块 这么大的瓷下来 如果不遮 那个包 绝对是 就是流血的这一种 我想一下 我很受气啊 我来你家 我犯了什么错误 我骂了你 还是打了你家 我还是犯了什么法 怎么值得你一个婆婆 用鞋子打我 别人都不敢亲戚打我 我的父母都不会打我的 用我爸的话说 我都是和蜜长大的 我来你家 没犯什么错误 只是里面的承诺 没兑现这个周围儿媳的 去问问 就是受到挨打呢 在这谁 正常人都接受不了啊 反正我就回娘家 说这件事 我觉得我气不过 吵架的贺部分 我好像在现场 就是好像是 从他们打的 动手的时候 那一部分吧 我妈妈 拉鞋子扔过去嘛 她就用脸皮倒嘛 我就是抱着我妈妈 不让她打嘛 后来就这样 她就回娘家呗 你有回娘家 去问问老婆 怎么回事吗 我到她的家里啊 她的意思就是 开店的意思啊 嗯 我是解释 我家里现在 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如果是拿得出钱了 谁不想去做 一个什么事情 你们不要来骗我呀 他们结婚前 承诺说去开店 压根就是一场空 就是一个设计的 一个局 只是说为了忽悠你 把这个婚线结了 我的心里的想法 可以说是真实的想法 就是这个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改变不了的事实了 你做过分去 怎么去追求 也没有什么意义 陈女士所认为的欺骗 刘先生解释 是迫于现实的无奈 并非有意为之 既然婚已经结了 这件事就该翻篇了 可在陈女士看来 刚结婚就被婆家人欺负 她可咽不下这口气 随即 她请娘家人出马 为自己撑腰 她原本以为 这个举动 可以震慑住婆家人 提升自己在婆家的地位 没想到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伴随着陈女士娘家人的介入 一场大的风暴 席卷而来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回娘家 我就跟我家人诉说 我受的欺负和礼儒 是不是 那我家人也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才结婚 这么短的时间 又没有犯什么大错 甚至小错都没有 那就想去问问 最近是咋回事 娘家人上门了 对 我和我娘家的人 上婆婆家来了 知道吧 她妈妈就坐在大厅 就一边喝茶 一边吃点心 我的这些家人 跟她打了招呼 说亲家母 就叫了她 是不是 她看一下 好像来了这么多人 去了多少人 她可能就坐责心虚 三个人 你们那次去是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 就是想去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觉得社会上太大了 如果是去谈事情的话 一是三个人就谈吧 要 我们家有几面 差不多一桌 知道吧 然后不去就说是不是关系不好啊 我们家做什么事一般都比较团结 就是我有事 不会说没人向前这种 别的意思 也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婆家一点正式 我们家是有人的 对 没错 也有是一点正式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跟她有冲突 然后呢 她的反应就是起身 把门一关 然后这个锁一搭 然后就走 你知道吗 闪身就走 不接待你们 对 她没有说 人家叫了她回一下 然后端个凳子 倒别茶 来好好细说 对不对 没有 我娘家的人 就问她 就有说事吗 对不对 我都在后面 然后他们几个在前面 然后说说说 说的可能就 就吵起来了嘛 吵起来不是会推推上上吗 她先动手肯定有 就会有推上嘛 对不对 我根本不知道 后来是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 不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 我就听到这一提示 所以他们家来了那么多人 来打架 我就从那边骑摩托车回来 有60多公里吧 就到了家里 都是已经散掉了 就也没什么 妈妈有受什么伤吗 受伤应该是没受受伤 狼狈是肯定有一点狼狈 那你到家以后 这个事怎么处理了 后来自由安抚 有什么处理 有问一下 你老婆吗 说过这个事吗 说过 表达过你的不满吗 那是吵架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点表达 她一直以来 25年 她说我们家装了13个人 然后去打她母亲 还说什么 把她母亲的衣服给扯烂了 比各了她的心还难受 25年来 她都感觉她家受了伤 她其实是一直怀恨占生的 要不能她不可能说 25年跟我娘家 没有正常的亲戚往来 我父母呢 比如说正常的 一年三节的礼仪 她从来不给钱 就是给也是每次都吵架 吵得也是心不甘情不怨 她也不去我娘家半年 她就是要我这个人 然后我娘家都可以完全切断 就这一种 你是认为她的这个做法 是跟那一个事情是有直接关系 对 而且就是很大的关系 你说完全没因为怨恨是不可能 多少肯定有一点隔阂 理事实上我肯定做到了 扯皮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就25年来 她弄我跟我的娘家人 没有往来 你知道吧 传统的三节 她也没有送 从那次事情以后 她母亲她觉得受到欺负了 然后她跟我就有矛盾 可以理解是不是 就是说你对我个人 她对我个人理解 但是我跟她姐妹没有冲突啊 她就教她所有的女儿 都不要叫我 就可以无视我 无论就是撞上面这一种 喇叭是在街上 还是在她的乡下 都可以不用叫我 对我很敌视 她说我妈妈教授 那个姐妹不要跟她打招呼 她教授不教授我不知道 最起码我姐夫 这些人都会跟她打招呼 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不管是你家的姐妹 还是我家的姐妹 如果我们两个人 能够合得来 交往愉快 我就都走两步 如果我们两个人合不来 交往不愉快 我就少走两步 她家都建了一个群 都没有压根 把我拉到群里面去 那我都提过几次 我说你家建了群 我也是你家 你怎么不拉我进去 我还提过几次 她不愿意 就是她的行动和语言 告诉她的家人 可以不用管这个女人 高兴不高兴 不用管她的意见 她在我家无足轻重 也不需要尊重她 她就是一个外人 我不是这个家的成员 反正就是一大家子的 他们是一条战线 我在她的家庭当中 就相当于社会死亡样的 结婚才几个月 陈女士在刘家的处境 已经是孤立无援 在她看来 这一切都是丈夫过于 袒护大家庭 无视她的感受 纵容婆家人 把她当外人的结果 就在她不知所措 心乱如麻之时 一个意外发生了 然后就是现在也已经 就是说 结了这个婚 而且已经有生育 自从有了孩子 陈女士本能地选择了 接受现实 为了避免婆媳们 再起纷争 孩子出生后 一家三口便搬离了婆家 在另一个城市独自打拼 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里 陈女士除了逢年过节 跟婆家人鲜有来往 婆媳之间也算是相安无事 直到2016年 婆婆在老家盖房子 陈女士才跟婆婆 再次有了交集 而这一次 丈夫和婆婆的举动 不仅惹怒了她 也让她埋藏多年的 薪酬旧恨 一股脑地爆发了 2016年的时候 就是她乡下要建一个房子 然后呢 她没有跟我商量 就是通知我说需要钱 说钱不够 说要拿我 接上的那个房产 去作为抵押 是我们俩的一共同房产 我就不同意 因为她想要建房子 一没有跟我商量 就是要钱的时候 直接就是说 来拿房产证去抵押 二一个她建房子的时候 写着她父母的名字 而且我不支持 在乡下建房 我个人站在经济的角度 我觉得在乡下建房 是一种贬值 那个房子是我爸爸的名字 是以为房改建 必须要以我父亲的名字 去建这个房子 本来是15年叫建 这个房子 因为我手上钱不够 我说你就拿一部分钱出来 又不是说要很多 我问你 是他不理解我 到了16年的时候 我说如果我今年不建 这个指标就没有了 我就马上就回来 就把这个房子建起来 建了刚好打二好记住 就没办法往上弄了 就要逼得要去弄钱来继续 就说拉那个房产证去贷款嘛 是逼得没办法 她从来没有这样正儿八经地 坐下来跟我说 这样建房子 一件这样的事情 她就是到最后要钱的时候 就是一句话 结果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她没有招了 后来她跟她家人商量好 就说来这里逼我 然后有一天早上 就是只有五点多 甚至六点钟都不到 我都还没起床 住在家里 然后他们俩就同时破门而入 她之前如果没有商量好 我婆婆是不可能冒难进得了这个门 没有我们的钥匙 她不可能这样冒难地 可以进到我的门 一进门就破壳大妈 直接就说你有多恶毒 然后什么又不拿房子 然后什么一大堆 所有难听的话该说的 不该说的 她都一大堆说 我就不想跟她正面冲突 我就想先离开 我准备去卫生间门口刷牙 她讲嘛 然后一不让我走 不接招都不行了 没说两句 她就开始动手 一把就抓到我的头发 直接就一大把头发的 就开始打我啊 你知不知道 那我都不敢跟她动手啊 然后她就站在旁边 像隔山官府斗一样的 后来她实在是看不下去的 就把我们拉开 之前婆婆有跟你沟通过 这个想建房 希望你支持的事情吗 婆婆有跟你 不会的 她明显知道 我不拿钱的原因 她是知道的 其实我就 还跟我妈妈 做思想工作 我说她不费去签这个字 她不签字 你这个钱也带不下来 在乡下我就 一直主持我妈妈来 她说哪怕是我走路 我也走不去 我妈妈她的脾气 并不是一般的暴躁 她相当暴躁 我无力主持她呀 吵起来 并不是说像她这样 我坐在旁边看 我肯定在劝 我不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你吗 我也是有选有落的 既然妈妈这么 带着这么大的怨气来的 提前通知一下 陈女士 你就逼一下吧 这妈妈来了 咱们家不好搞 你也没跟她打个招呼 这矛盾不就激烈了吗 这个你可以做的呀 她把我的电话都拉黑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怎么去联系 她撒谎 根本就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 吵架的阶段 怎么可能就那个呢 他们其实串通好了 让她母亲来找我出 出这一顿气 要逼我把房产证拿出来 最后这个事 这个房子这个抵押了吗 没有 也没办成 婆媳之间也撕破脸了 当时是撕破脸了 事情到这儿 不仅婆媳脑香 夫妻俩的感情 也遭受了重创 从丈夫瞒着自己 在老家建房 到联合婆婆上门逼宫 纵容婆婆对她大打出手 陈女士对丈夫 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可刘先生的回应 只有一个词 无奈 他无力和母亲抗争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必须承担起 老家建房的主力 既然房产抵押贷款 这条路走不通 他另想了一个办法 很难想象 夫妻俩的儿子 承担下了建房的债务 为两人的分歧买了单 虽然最终房子建好了 可是家庭关系却越来越糟 妥协矛盾也被彻底激化了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我们连线了 住在矛盾中心的刘先生的母亲 当电话接通后 这位80多岁的老人 有些气势汹汹 喂 喂 阿姨 您好 想问问在你的心目当中 这个儿媳妇 是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呀 她帮我当奴隶 你问她自己 她来到我家了25年 她没到家里干过 她回家弄好 我们就是外面去 把油菜 种花菜 是吧 我儿子不在家里 她在房间里玩 看电视 当我们晚上回来 她也会出来吃饭 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老头就叫她吃饭 天天晚上要叫 天天正正要叫 什么东西 我煮的饭 还去叫她是吧 你看我家里做的菜 什么东西她都有份 她的东西我就没份 前两年她回来家里吃饭 我忘记了买这一瓶 洗发水洗头发的 我就拿来收她钱她 我说你跟我买一瓶好不好 她还买一瓶洗发水 还要拿什么钱 我就没拿 没拿到现在 起发已经三年了 到现在都没看到那瓶洗发水 她真的良性 看我对她怎么样 她对我怎么样 她来我家里还没有一百天 我们就吃饭起来了 我老婆我儿子就遇了 就扶着她 后来第二天她就回去了 她就回到娘家去了 她就叫她家里 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 开车到我家里来打我 把我打了一阵 我的媳妇就是她一个人家打 那鞋子打 那刀把打 她十一个人 我一个人是吧 儿媳妇是说在结婚之前 他们提出来的就是 结婚可以 但是她结婚以后 你们帮忙出钱 给她开个店 没没没 我跟你说了十点 她不会挣钱 她要去开店 我就说你开店可以 你们都没去开店 不管我的事 反正我们是没钱 我儿子就知道 2016年的一年 就是因为你们在乡下 要建房子这件事情 好像跟儿媳妇 又动起手来了 是的 这个房子建 是为谁建的 我问一下 是你们的 还是儿子的 我就是一个儿子 你说是哪个人 就当时你们要建 这个房子还缺钱 然后是希望儿媳妇 跟儿子 把他们的房子 拿出来抵押贷款 是这样吗 是的 钱全部她卡住了 你就去找她麻烦了 是这样吗 是的 她买房子在我拿了两万 她的儿子去 不收的时候 我拿了两万六 我一整拿了四万六 现在我们的房子 是我们金星铺铺建的 你没拿一分钱 你现在不要回来好不好 这个房子要我死了 她是男人的真实 我没死她不能 再来我去打 你觉得你这个态度 或者说 这个整个大家庭 和小家庭的这种状态的话 会影响到 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吗 不管我的事 他们你也好 他们是何也好 对我无关 他们算是 他们自己的理事 我现在就是一个目的 她现在想回来住 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的 你们带着我这个历史 讲一下好不好 知道了 我八十多岁了 我还五天从 我就起床 我就在床 她说的那几十福 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保重身体 好 再见 谢谢阿姨 再见 你妈妈也不是一个 普通的农村妇女 性格太强了 性格强也能干 我爸爸就比较怒怒 我当面我也是说 我说你太强势了 你对这样的 你没有办法去反抗 你叫我建皇子的时候 就是哪怕是相差一毫 他都要去找你的麻烦 你要去很苛刻 然后这一步是 那一步是 我说我自己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你们家里头 如果没有妈妈的这种强势 估计这个家 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 你你爸爸的性格 可能也撑不住 撑不住 所以说妈妈的强势 这一方面对你们来说 是一种负担 但另外一方面 对这个家里来说 是有贡献的 所以很矛盾 很矛盾 他虽然那么强 但他这一辈子 根本就没有成就 你知道吧 你的成就指的是什么 成就经济方面 还有对家庭的维护方面 他这一辈子 我觉得他很失败 虽然他强了这一辈子 你看刚刚我听到 他这一段话 我就对这段婚姻 不抱任何希望 我哪怕损失财产 哪怕我就是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想走 我这段婚姻往下走了 因为我跟他 如果要相处得好 不可能不牵扯他娘 就是他这样讲 我跟他两个人 不可能过得好 一个婚姻 不是两个人的问题 而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婆婆在电话里的强势态度 让陈女士很愤怒 她对婚姻越发失去信心 可刘先生表示 母亲性格如此 她也很无奈 而妻子 本身又是一个要强的人 当两强相撞使 场面势必失控 火花四溅 这二十五年来 她一直做着夹心饼 实在是痛苦不堪 然而 她的这种痛苦 观察员廖喜玉 并不理解 南方 你觉得你很痛苦是不 是 一边是妈 一边是老婆 你的压力特别的大 压力大 各方面的压力都在 精神上的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都在大 你的压力是来自你自己 你妻子所有的不满 我觉得她真的不在你妈妈身上 二十五年你解决过什么问题啊 你结婚的时候答应她去做生意 结果你们推翻了 这一点她多多少少是有一点不服气 但是还在这个家里过呀 也没闹离婚啊 还跟你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想想你老婆努力过 去跟你妈妈买过衣服 跟她买过苹果 最起码还在为这个家奉献 也是愿意吃苦 也愿意把这个家 也越来越融洽 越来越好 你来到这里二十五年 你从来 场上我没替她表扬她一句 我觉得你要求老婆太多 你建房子这件事情 我要替你的妻子大抱不平 你想做个孝顺的儿子 想把家庭里面 在乡下建起一栋房子 比如说想拿你们婚后的 共同购买的那套房子 对吧 去哪去抵押 才能把乡下的房子建起来 对吧 你并没有跟你的妻子商量 你没有积极地去做妻子的工作 你无视于她 你肯定告诉我 我说了她会同意吗 你说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她不同意呢 真的 你这个事情 你根本就没有去商量 而且你明知道 你的妈妈脾气急躁 个性也很强 你的老婆 给你的老妈打起架来 你如果能挺着 就拦住妈妈说 妈妈我告诉你 绝对不能动手 这是我的老婆 我觉得我的老婆 对这个家是有奉献的 工作归我做 妈妈你先回吧 媳妇给你的妈妈的关系费 闹得这么僵吗 她说了 我是痴密长大的 父母都没有打过我 你想想看 她嫁进你这个家 她是嫁给你做妻子 她最无助的是什么 她觉得你无力 觉得你无能 去调出好这些家庭问题 你的初衷 是想大家庭和小家庭都和谐 一直在说了 她这样不能隆络 那样又跟你妈妈打架 她隆络得进去吗 你有责任心 但是你胆小落落 你落落的方面 就是不会解决家庭问题 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没有 我自己意识到了 南方 你妈妈也是个很能干 很强势的一个人 你本来有些事情 你也可以告诉她 那我们小两口的事情 我们夫妻之间商量 但是呢 你觉得她是妈妈 她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不愿意去对抗她 去指责她 不能很完全的去 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或者是制止妈妈 做一些东西 一些事情 在你的心目中 妈妈说什么 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说在某些程度上 你也是放纵的 任她来去 按照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想法 来做一些事情 你们16年 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老人说到这个房子 将来还是你们的 就是一个儿子 老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他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呀 对不对 也可能就像女方说了 我不要到农村再去生活 我不要这个房子 去投资农村这个房子 觉得没有什么生殖的价值了 或者是没有作用 将来儿子不可能再回到 这个农村去生活 所以说老人和你们 包括孩子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还要承担来还 这个奶奶也好 包括你们呀 这两代人这个 因为矛盾 因为这个家庭的纠纷 产生了这个债务 我觉得孩子的压力 真的很大 真的让我很寒心的 我觉得你做了 的确就有点欠妥啊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 你就要在中间做 解释也好啊 调解作用了 中间的这个调节作用 你没有做好 所以说就导致 你们夫妻关系 也是一塌糊涂的 在观察员们看来 刘先生把大家庭的利益 看得太重 很多时候忽略了 妻子和孩子的感受 在处理婆媳矛盾 家庭关系上 没有做好双面交的角色 除此之外 李小云觉得 刘先生对妻子 一开始的婚姻选择 缺乏理解 并且做错了一道数学题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你们的婚姻基础 是比较薄弱的 在感情上 谈不上有多浓烈 在了解上 谈不上有多深厚 就很匆忙地 进入到了这个婚姻 既然感情基础 比较薄弱 那看的是什么 看得不过就是实际条件 在陈女士心目中 刘先生的家庭 承诺了她可以出钱 开店 这是一个结婚的必要条件 但是最后 发现好像 进入到了一个 所谓的骗局 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那后续对你们的生活 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现在刘先生 我认为 你们家庭去急于辩解 这个事情没有意义 陈女士也是 就算他们现在亲口承认了 我们当时就是急于结婚 就是急于想把你 拉进这个家里的怀抱 那你说从这种自私的角度 他们有多大的错呢 我认为也没有 再去纠结这个问题 没有意义 第二 边界感 刘先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跟你妻子 这么多年 一加一等于几呢 我感觉得比十一 为什么呢 两条平行线嘛 两条平行线 始终没有 没有交集 对不对 对 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和你的妈妈 一加一等于几呢 我跟我妈妈必须是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实层面 你跟你妈妈有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一了 你看啊 妈妈很强 对不对 我们都看得到 无论是她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也好 还是说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好 她的这种强势已经就是形成了一个模式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 你又是唯一的那个男孩子 他的关注点很大一个程度 他是会落在你身上 你的一加一只能等于一 它不能等于二 等于二就意味着你在挑战权威 背叛权威 背叛你的母亲 甚至是很多时候 你必须得选择服从 那么你的语言模式也好 你的思维模式也好 其实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说 你导向你的母亲 你偏向你的母亲 不能这么去理解 而是什么 而是习惯 你已经习惯了用沉默 用不去表达 或者说 我表达了反正也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只有放在心里 在这种状态下 你的妻子就会很郁闷啊 其实在你跟你母亲交往的过程中 这种一加一等于一的事情 才是让你的老婆心里 最不舒服的那个点 又回到我刚刚所说这个主题 边界 在你们家庭里 你有没有发现 永远分不清楚 你的事 我的事 和他的事 全部都打包成了一个事 那就是我们的事 大家好像都在比 谁娘家更有人 谁背后更有力量 然后我们看 谁能够在这段婚姻里 不受欺负 但是最后你们会发现 当事情越闹越大 两个人的事情 可以做下来商量的事情 变成两家人的事情的时候 事情不仅不会被平息 只会 哭大 像滚雪球一样 无限被放大 一边是年迈的母亲 一边是过日子的妻子 刘先生既无力调和婆媳矛盾 也不懂如何安抚妻子 长此以往 陈女士的委屈和怨恨越积越多 已然对婚姻失去信心 我跟他两个人不可能过得好 刘先生也声称 自从2016年盖房的事件之后 他和妻子开始有了隔阂 既然双方都伤痕累累 为何他们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将婚姻维系到了现在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婆媳矛盾 只是隐藏在他们婚姻中的一根刺 即便没有婆媳问题 他们的婚姻 依然是千疮百孔 他都是玩音招啊 这辈子这种人都不要有指望了 可即便是伤痕累累 活得没有尊严 他就恶狠的 一百块钱 你知道吗 想摔在我的脸上 他那一刻都没有把我当人看 陈女士依然为了孩子 忍气吞声 负重前行 为了孩子 我们母子能活命 这一刻不要尊严 然而让他崩溃的是 他的委屈求全 没有感动丈夫 更没有换来儿子的一丝心疼 我是没有感受得到 就这么简单 就不是很想要了 我在不管怎么样 他毕竟是你妈妈 就这孩子的很小的心灵里面 种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 陈女士的这句话 又何深意 她的抱怨和痛苦 能够得到调解团队的理解吗 你有一种受害者心态 你只能怨你自己 陈女士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她沦落到被婆家人孤立 被丈夫厌恶 被儿子否定的地步 在双方兜心婚姻冷 精疲力竭的情况下 这段婚姻 还有挽救的可能吗 明晚金牌调解 25年的婚姻困局 下集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